张华县政府18日在全国丽园大饭店举行110年度 杰出生脏就业者及超额禁用生脏者优良厂商表扬活动 县长王惠美表扬县内10位杰出生脏就业者及65家超额禁用的优良厂商 张华人非常有爱心我们超额禁用了1329个我们的身脏的人士 今天特别表扬了我们身心障碍在职场上非常表现杰出的10位身心障碍朋友 以及禁用我们的人员超额的有65家的企业 再显示出我们彰化人的爱心 为了感谢王惠美表扬特别重视我们身脏朋友 我家中也有一些身脏成员 所以我特别来支持这个活动 身脏人士不代表应该说身脏朋友他的残量程度 绝对不等于他的工作能力及他工作意愿 为了优质化整个工作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推动 非常感谢所有企业者愿意提供这个友善的工作机会 要特别感谢王县长就业以来 非常重视我们身脏者的就业 所以就一定了很多的政策来帮助身脏者就业 也让身脏者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王县长肯定杰出身脏就业者在职场的付出 也感谢超额禁用的优质企业提供就业机会 以及对身脏员工的照顾与提息 让他们能有发挥一己之长的舞台 成为公司的得力助手 公益频道林义俊花坛采访报导